为什么现在没人化这种妆了 早期女明星们的妆真的太水灵干净了吧 如果你化了妆也没有变多美 一定要来试试这种减发妆哦 口中长相跟着我学 就连我这种小眼睛蜜蜜狗中脸是一倍大 用这种带点光泽肌的粉底 可以稍微的白一点点 因为像我们淡妆当我们用色很显的时候 就得靠线条头发的黑和皮肤底色的白 拉高对比度提高敏烈感 就用高光高从眉头拉到眉峰 鼻背拉到眼尾 下巴拉到唇角 让脸变得更饱满或宽一点 之后这一点瑕疵 毕竟干净是每个大眉蜜标配了吧 硬个妆低妆就搞定了 之后突眼背伤蛙长时间带眼镜的姐妹 你们一定要多看几遍这期视频 可以说我现在90%的化妆技巧 套到你们身上都是错的 不适合你们的 突眼球显背伤蛙的 很大一个原因 眉压眼挤压了本来就拥挤了空间 所以中眉压就是把眉毛的存在感降低 舒展眉眼位置 第一步先把本身的眉毛染浅了 因为我的毛发真的很黑 所以我会用到漂眉膏 你们一般生的用染眉膏就可以了 然后眉型 早期是一个落尾眉 粗细就会合适很多 主要是眉尾这里要有一个 小小往下掉的幅度 粗细就是眼睛的一半 就会很合适 这样子不改变三挺无眼 它看起来就是会眉眼舒展很多 而且我发现如果眉毛越重色 它越会显得我们这些肉更肿胀了 看这边 然后再看这边 是不是瞬间消肿 重点三就是重塑眼眶轮化 无省小眼 变成那种小鹿灵动眼 拿一个白色米白色 全部眼窝打底 让眼睛这一块从凸变平 还可以让眼皮更干净 用一个大地色或者是水泥色 压在我们双眼皮附近 就是你们眼睛凸出来的比较肿的位置 往后延伸到眉尾 下眼皮也带一下 重点来了 我们的卧残要化成那种 很饱满的 然后开口型的 拿一个刀锋刷 沾一个深棕色 从眼珠这里垂直下来 尽量化大一点点 然后按着我们原本的下眼瞼 等比例的预暖一下 不要把它连接到我们的眼头和眼尾 拿回一开始了米白色 跟卧残提亮一下 提亮的位置 藏出我们的眼头眼角 用一把新的刷子 厚实一点的把这个卧残面 往下预暖出一个月牙形 变成剪颊勾阴影 这样子这条卧残就不会奇怪 像很多姐妹不会遮黑眼圈 你就别遮了 让它透出一点点 你还不用画这个剪颊勾 还可以显得这边留白更少 脸更短 层颜尾平拉 再把这个小三角 补得流畅一点 眼型是那种圆 但是又有点上扬的美艳感 很好看 妆容的重点就是 眼睛结尾的地方 画一小段外眼角 一点点你的眼睛 只会上扬有省很多 不要发现那种眼睛下质 眼白下面这一块 越干净越白 它越会有那种纯净 清透的感觉 把睫毛夹起来 睫毛我们要清透一点的 贴甲睫毛一定要贴这种空气感比较强的 太浓的除了像一个大灯泡 还会加重眼球往外凸的感觉 带一个黑色的眼珠 眼妆就可以了 鼻影我们要尽量的窄 鼻头直接横着的 最后就拿一个膨胀色的腮红 直接横扫 在面中再增加一个往外凸的点 缓和凸眼球的落差 脸色也要一点到眼皮上 更统一 肥巴涂一个淡的浅色就可以了 像我这种右脸 在下巴锁小 就可以让脸内轮廓 更到三角形 面中更圆润 面中阴影是带鼻子往下的 素颜脸就是比较长的 这样子改完之后 脸又短又淡 都小了好多 光到九个小时 时事前置 完全的只有办公室灯光 好漂亮啊 这里更美 那我们就拜拜咯